伏中风诊断可以很简单 自己都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发觉自己单边的脚比较冷 你就开始要留意一下 毛发生长或者走路开始有痛 有脚臂的情况就要看医生 诊断有个很简单的检查 就是一个ABI 叫做脚云的指数 主要是计算手的血压比较脚的血压 正常来说手脚的血压应该是一样 或者脚的血压比较高 但如果脚的血管阻塞了 脚的血压会比较低 脚的血压比较严重 数字越低就代表情况越严重 当然有了那个诊断之后 亦都可能需要再进一步检查 例如照超声波 电脑素描、磁力共振等 看一看血管的实际情况阻塞到很严重 治疗其实急性方面 有血块在脚的血管上 所以通常我们要在一个 比较危急的情况 脚如果在六个小时内 不给他血压可能会坏死 所以我们建议做一个紧急的手术 就是抽出血块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抽出血块 有些可以开个小孔在血管上 再抽出血块 另外现在有些未创的仪器 可以把血块吸出来 至于心律不正的情况 如果真的有的话 就可能要吃一些薄血丸 防止将来再有血块在心臟形成 至于慢性脚中风 就是另一样的治疗方法 我们就会从简单开始到比较复杂 通常没有什么病征的病人 我们就由最简单开始 就是改善风险因素 有吃烟的就不可以吃烟 如果有三高的就要改善三高的情况 亦都需要吃一些抗血小斑药 防止血液没有那么稠 让它不容易阻塞 如果走路都痛 或者有溃洋或坏痴的情况 可能要考虑通血管去治疗 通血管现在九成的做法 都是做一些通波仔等支架的情况 将血管阻塞的位置扩张 就可以改善血流 当然有时候 小情况之下 可能都要做搭桥的手术 改善血流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